這天在機場又看到蔡師貝 原來她出發去拍攝旅遊節目 貝游歐洲 比起上次去拍貝游英倫 Cisley這次的行裝好像輕便了很多 因為上次是冬天 冬天衣服二十多天 我不知道應該要多少行李箱 才能夠搞定, 二十多套衣服 這次幸好夏天的衣服薄一點 輕一點, 兩套行李箱剛剛好 我也覺得很… 即是很拋得我自己 撿了二十套衣服出來 我也不知道無緣無故在哪裡找二十套衣服 因為要見你們, 要漂亮 所以… 上一輯背由英倫反應這麼好 所以這次Cisley也為觀眾 搜羅了很多好玩的地方 帶大家眼睛去旅行 而有些行程, Cisley自己也很期待 例如Liverpool, 我可以去見識一下 Beatles的曾經… 對, 就是Beatles… 伯物館? 伯物館, 或者他們曾經 玩過音樂的酒吧 或者甚至乎他們的舊居 我覺得這個很期待 因為可以參加他的舊居 雖然可能大家聽到 你為何竟然是期待這件事 但我會覺得, 我會很想去感受一下 一個這麼偉大的藝術家 John Lennon的家是怎樣的呢 很想感受一下那種氣色 然後有些有趣的、輕鬆的就是 譬如有一間酒吧 每一個女人走進去都會脫上內衣 出來掛在酒吧 為何要這樣做 脫上衣袋掛在酒吧 我也不知道為何 所以也要去跟酒吧的老闆聊一下 為何會有這麼有趣的雜族 所以我的旅遊節目就是有這些 有些很傳統的東西 有些很新穎、很有趣的東西 世界這麼大 哪些位置值得去看 哪些位置最適合打卡 除了做定資料搜集之外 Cisley更嚮往親自去當地感受生活 從中發掘更有趣的事推介給大家 我絕對是很喜歡 是很即興的 是沒有什麼計劃的 譬如上次 如果大家看到上一輯的背遊英倫 那個船房 那個很長的船 然後有些人在裏面住 那個船房的那一部分 其實是沒有計劃的 是我們那時就說 不如不要搭車 走走走走看附近有什麼有趣的東西 順便可以感受一下 城市的氣息 是這樣走走走之後 我說其實這些船房都挺有趣 很特色 我們可以拍一下 這樣提議 導演又很肯 大家一起去做這些很任性 不是任性的 即是很即興的東西 拍了船房的東西出來 我覺得這些是可以感受到 多些當地人的文化氣息的東西 除了吃喝玩樂之外 有這些東西特別開心 所以我都很期待 這次除了我們行程已計劃的東西之外 可以遇到一些新的特別的東西 是我很期待的一拍 是很期待的 確定是很期待的